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194个国家的代表 就一项协议达成共识 该协议规定各国必须采取行动 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按照星期天达成的这项协议 工业化国家必须在1997年签订的 京都协定书 于2012年期满的至少5年里 继续遵守该协定书的规定 在德班举行的为期 两个星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在预定结束日期的将近两天后 这项协议与星期天清晨达成 美国说只有在所有主要排污国家 都做出承诺的情况下 美国才会承诺减排 中国和印度公开反对这项协议 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实施 宏大的生态保护项目 但是工业化国家却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美国 中国和印度不受京都协定书的约束